第151章 修佛 上 沉默的就是鸭石 宁却背着桑桑站在山前 看着现出真容的山 看了很长时间 直到金堂上的金色 被夜风吹成无数的碎片 依然还是一座山 佛祖醒来没有 佛祖是活着还是死的 等待答案揭晓 却不知道什么是答案 这让宁却很紧张 枉然 我们赌赢了 好像没有 凭什么呀 宁却很失望 很愤怒 一屁股坐到地上 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或者说受了委屈的青蛙那样 不停地蹬着腿 把身前的鸡血 踢得到处飞 桑桑平静地说道 因为佛祖是佛祖 不是猫 听到这句话 宁却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听懂了 也明白了 从最开始的时候 他和桑桑的猜想 与事情的真相 便有出入 那个关于猫的理想实验 要有个箱子 要有个精巧至极的投毒装置 佛祖没有道理把自己 陷在那种情况里 那么涅槃究竟是什么 涅槃依然是量子的叠加态 但与生死无关 只与位置有关 你去观察时 他便忽然出现在那里 或者这里 佛祖没有设计 那个可能把自己 堵死的装置 但他可以设计别的方法 来让浩天找不到自己 我们还是赢了 宁却站起身来 看着身前的山峰说道 看到佛祖便在这里 这座山就是佛祖 毁了便是 不 佛在众生中 宁却明白他的意思 观察便是确定 佛祖不是纯粹依赖于 观察确定属性的量子 有自我意识 那便可以出现在任何位置 棋盘世界里 众生成佛 便是这种状态的具体体现 桑桑说的没错 卖青菜的大婶可以是佛 金色池塘可以是佛 池塘连夜可以是佛 就连宁缺前些天亲吻的那只青蛙 也可能真的就是佛祖 这座雪山也是佛祖 而且应该是佛祖在棋盘世界里的中心坐标 为如此处于叠加状态的佛祖 才可以保证自己的存在 但毁了这座雪山也没有用处 因为佛可以在无数位置出现 移动的比光还快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找到它 自然也没有人能够杀死它 我们往遥远东方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开始站立 无数佛开始紧张 开始害怕 这证明这座雪山对佛来说非常重要 便在这时 金色池塘外传来了道道震动 原野间行来无数佛 其中有为度明和式变化成的大菩萨 佛微无边 感应到雪山的变化 佛祖露出真容 无数佛与菩萨纷纷盘膝坐在地面 前程送经不止 佛光照亮了漆黑的天穷与山脚 万丈佛光太盛 便是黑夜一片大黑伞都已经无法遮掩 一层金光度到了宁缺和桑桑的身上 然后向他们的身体里侵入 受佛祖感召 无数佛与菩萨来到东方 便要镇压协会 原野间传来一声惊天怒笑 一只数百丈高的轻尸 仰天长笑 佛光再生 宁缺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因为光线太过明亮 也因为感觉痛苦 更因为藏在他身体里的桑桑 在这佛光里很难过 他感觉到桑桑的虚弱 趁着青狮和白虎的菩萨 每个都是地藏王菩萨那样的强大 他知道桑桑再也不可能战胜对方了 泛佛朝宗 宁缺望着原野里气势惊人的 无数佛与菩萨大笑说道 如果这座雪山不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急什么 他们怕什么 说话间 原野间烟尘大作 一道黄龙向雪山下呼啸而来 最前方赫然便是那只数百丈高的轻尸 奔略之间天地变色 看着那只仿佛要把夜穷都吞掉的青狮 宁缺 想起了明河里地藏王菩萨强大的境界手段 不禁有些不安 现在桑桑更加虚弱 如何能是这些菩萨的对手 令他感觉有些意外的是 青狮奔到金色的池塘前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停下的太过突然 拒去重挫 不知掀起多少黑色的泥土 青狮仿佛对池塘里的水非常恐惧 伸出前爪试探着 想要踩着池塘间的那些狭窄泥道进来 然而 他的身躯如此庞大 一只爪便像是人间皇宫里的一座宫殿 沉重的有如一座山峰 泥道顿时被踩碎 池水浸到了他的爪上 只听的一声痛苦而畏惧的气豪 数千池塘盼的柳树再次弯了腰身 青狮恐惧地连连后退 爪上不停冒着金色的佛光 仿佛在燃烧 青狮聚而后退 原野上稍微安静了片刻 无数佛与菩萨都不敢尝试走进这片金色的池塘 只能盘膝坐在地上 不停地念经 宁却不明白 他和桑桑进入金色池塘 虽然那些佛光也令他们有些不舒服 但哪里会像青狮那样感觉到无比痛苦和惊恐呢 为什么这些佛和菩萨不敢进入雪山四周的金色池塘呢 如果说是佛祖设下的禁制 哪有专门针对自己信徒传人的道理 书院至少有一件事情说得很对 佛宗果然很恶心 佛祖涅槃进入量子叠加态 因为这些佛与菩萨的存在 处于涅槃的佛祖没有太强的自保能力 所以严禁佛宗弟子靠近雪山 围绕雪山的数千金色池塘 便是佛祖设下的禁制 对最虔诚的信徒和传人也如此警惕 宁却有些感慨 心想这样的日子 就算真的能够披开浩天的眼睛 永远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眼力极好 能看清楚青诗背上的僧人 眉清目秀 不禁有些犯嘀咕 佛祖如果在众生间 会不会便是这名僧人呢 如果此时佛祖便在原野上 难道不能解除自己的禁制 不能 因为布下禁制时的佛陀 不是现在的佛陀 自己给自己设下如此难题 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于 涅槃状态里的佛祖 永远不用担心被人看醒 可我们来了 我们已经把他看醒了 佛祖没有想到 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而且就算我们来了 也影响不了他的状态 因为我们不是菩萨 也不是佛 无法与其争佛宗信仰 宁居 看着青诗上的那名年轻僧人 忽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桑桑直接否决了他的想法 说道 佛祖不定 自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法位 但即便化作菩萨 有哪里是你能杀死的 我不难过 反正那些佛与菩萨也进不来 但我正在逐渐虚弱 这样僵持下去 我总会死 我说过很多次 我不会让你死 宁居看着原野上的佛与菩萨们 微笑说道 这些人的到来 以及你刚才说的话 都证明 我的猜测 是对的 就算你猜的是对的 这座雪山 是佛陀的佛性本体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当前的局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 杀死佛陀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佛佐 宁居走到最近的池塘前 抽出铁刀 把糖柳砍下几只 然后放下刀 坐在柳树下 开始不停地编织 想要编出什么东西 动作有些笨拙 你要编什么 我想 编一把刀 我来 宁居笑了笑 把身体的控制权交了出去 在燕明湖宅院里 桑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摘了湖畔的垂柳 来编小物件 很快 一把有些可爱的柳刀 便在他的手里出现 桑桑把身体交给了他 问道 编柳刀做什么 宁居笑而不答 砍下一朵莲花 他用莲花 盛了些池塘里的清水 微轻莲芝 把花里的清水 浇到铁刀上 铁刀顿时变得锋利无比 其间金色博杂 佛艺浓郁 做完这些 透着诡异味道的事情后 他背着桑桑的身体 一手撑着大黑伞 一手提着铁刀 向雪山上走去 你要去做什么 这次你再不回答 我就杀了你 我要去建佛 为什么要建佛 而且你已经建了 早就对你说过 建佛是为了修佛 不修佛 怎么除去你体内的贪嗔吃三毒 怎么把这黑天撕开 你真要修佛 杀不了佛祖 我就修佛 我夺了他的佛性 把自己变成佛祖 我让诸生来信我 佛祖又能奈我何 桑桑有些枉然 你打算怎么 把自己修成佛祖 这件事情 我早就想好了 在过河之前就想好了 宁却来到某处崖坪上 解下桑桑的身体 举起有黑沉重的铁刀 向着崖畔地面 重重地砍了下去 说道 我呢 把这佛 重新修一遍 这 就是你说的修佛 对啊 修佛 不就是把佛 重新修理一遍吗 书院想事情 总这么古怪 阿尔师兄的修佛 也是修理 但他的修理是打架 我 这可是真修 宁却在崖坪上 一通乱砍 又开始切割边缘 凸起的石块 得意地说道 这佛祖的脚趾头太宽 我得修得秀气些 赤瓶 语 都 语 书 语 语 语 顷 语 DC